这是我花了三万九给自己买的养老房 有很多网友不理解我 为什么从江苏来到良年这个地方卖房 我也在外面打工十几年了 可是我十几年存下来的钱 并不能让我在江苏那个地方 全款买下一套房 我想我就算再打工十年 我也买不下江苏那边的一套房 来咱们福星买房了 就笨几万块钱的房子来的 撒谎啊你都可以来捶我 这位小姐姐觉得生活压力简直是太大了 想换一座城市生活 不想为了被房贷租房子打乱了自己理想的生活 小姐姐呢是写笑说的 说话超级温柔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续衰退 降价潮值卷全国 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房价跌成了白菜价 在黑龙江省鹤江市 只需要花费几万元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一套房 成为中国低房价的代表性城市 鹤江处于北龙江最不端 和俄罗斯夹着黑龙江相望 原本是盛产煤矿 在黑龙江省四大煤城之一 后来鹤江煤炭资源枯杰 有没有其他创造经济的来源 被中共当局裂入资源枯杰形成市 在那个之后 鹤江的年轻人开始外流 当地常住人口不断减少 房价都不断下跌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将鹤江市 或一个躺平的好地方 分回去那里买房 根据统计 2020年至2022年三年间 外地落户鹤江的共有7286人 2022年10月 25岁的赵女士 15000元的价格 在鹤江存款买了一套 16平米的屋 又花了不够5万元进行了全屋装修 赵女士的职业系画师 在家里办公 她原本在南京租房生活 觉得生活压力大 了解到鹤江的生活成本较低后 就去了鹤江买房安家 她觉得没有房贷生活得很轻松 最令她意外的是 就是花了1000元就聘到保姆 她表示 本来她想去鹤江躺平 却意外开启了幸福生活 另一位90后小豪 都在鹤江买了一套房 她用4万元买了一套70平的屋 跟女朋友一起由杭州移居到鹤江 她跟女朋友都在网上工作 只要有电脑就行 大学毕业后 小豪就来到杭州生活 她原本以为自己用不到几年 就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才明白现实的残酷 她在杭州租住的小屋 每个月租金高达5000元 所以确是存不到钱买屋 有了女朋友之后 她想更加快点可以买房安家 小豪开始在网上收集各地房价的情况 也咨询了不少房产中介 突然一个密信的地名 跳入区的眼年 银河江 她翻越住银河江的房价情况 惊喜地发现 在那里4万元居然可以买一套房 而在杭州4万元只可以买到1平米 2020年12月 小豪和女朋友背起背囊来到银河江 抵达银河江之后 小豪跟随着提前联络好的房东 来到约定的小区 这里是一处相对偏僻的部梯房小区 一户70平米的两居室 只需要4万元 加上装修和卖家具的费用 还不需要杭州家屋的首付费用 他们觉得离开杭州 定居河江这个决定太正确了 令小豪开心的是 在餐厅叫到整台东西 买单都不过8多元 之前在杭州生活 随便吃点小食都要上8元 小豪来到河江之后 放弃了一份兼职工作 但自媒体工作和网店收入 都算可观 月收入一万多元 在河江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如果生活在杭州 这笔钱远远不够花 他说以前个个月都要省食省用 连出门口行街都要有意再三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90岁大住女朋友 花4万元在河江定居的主人翁 一网友问我 你在河江的工作是什么 收入来源是怎样 我的工作是一些线上的 例如说一些网店 自媒体 平时比较自由 自于收入 除去一些饮食需要 每个月都至少可以存到一些钱 河江的物价偏低 我都是那句说话 就是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 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今年5月21号 小豪在抖音上发布影片 介绍他所住小区的周围环境 这个就是我所住的小区 这个是2017年起的 比较新的小区 干干净净净的 草地难添白云 都真是没得说 小区里面还有超市 专门的停车位 快递全都有 怎样呢 再来看一下楼都 这里是双层门 这个是楼下的单元门 又带你实不受降扶手 这里是河江公园 小豪的经历在网络上爆红之后 很多网友向他咨询 河江房家 以及一些和生活成本相关的话题 他向咨询者解释说 河江是一个三线城市 如果真的决定定居在这里 前提是需要有一份超过五千元新资的职业 在做决定之前 一定要慎重考虑 经济 医疗 亲情等各种因素参集在一起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咨询的人越来越多 小豪干脆就开始代购买房 同时自己都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 其实最先等网友了解到 河江房价低的 是2019年在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当年11月 白刀铁巴上面一篇流浪到河江 我花五万元买了套房 的文章爆红 33岁的李海 在文中讲述了他买房的经过 李海是一名船员 浙江舟山人 一年当中有半年在海上 剩下的时间就居无定所 他渴望有一个落脚的家 他乡下舟山的屋 平均价格是一平米一万六 令他望而却步 很多同事为了还房胎 一年都在船上面 李海觉得这样实在太累了 因为船上面太无聊 他每年出海早半年 再回来休息半年 他卖不起房 只可以租房 但有些时候他人在船上面 房东就等他搬走 他只可以叫朋友帮忙 太麻烦了 他学贡花了五万八 买了一个两室一厅 这个是他人生当中第一套房 家屋宽躺明亮 他住进去的第一天 夜晚兴奋到睡不着觉 他终于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近期随着大陆房价普遍下跌 偏远地区房价都趋于壳光化 不少年轻人在当地以白菜价买房之后躺平 公众号自谷趋势7月6日发文表示 包括吉林、四川、福建、广东 甚至重庆、天津 乃至北京近隆地区在内 全国至少25个省份当中 至少95个城市出现了渴缸化的现象 以辽宁浮生市为例 目前新房价格为3418平米 节目前,社群平台小红书学刚买房的浏览量是1000万 浮生买房的浮览量是1700万 一名江苏女子在辽宁浮生买了一套房 她说是用来给自己养老的 这个是我小约39,000买给自己养老房 有很多网友不理解我 为什么由江苏去到辽宁这个地方买房 我在外面打工十几年了 这个是我十几年存下来的钱 并不可以等我在江苏那里存款买下一套房 我想我就算再打多十年工 我都买不到江苏那边的一套房 来到浮生之后 我发现很多本地人不太理解 为什么说五六楼这么高的楼层 会有很多外地人来买呢 这么说 南京大城市的平米 就可以买到我们这一套房了 这种白菜价的屋 谁在外打工的人会想拥有呢 还有人跟我说 你快点找个老公啦 找老公你就有屋啦 钱我可以自己赚 房我可以自己买 车我可以自己开 找个老公干嘛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想吃就吃 想饮就饮 想睡就睡 想玩就玩 我都不明白结婚有什么好处 自媒体人灵仪 和这位江苏女子有相似的经历 她在浮生花费了三万七全款买房 他们买房的原因 都是想有个归属感 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很多人都奇怪 我为什么要来浮生买房 为什么不留在上海 我在上海住了15年 没有任何幸福感 上海很好 但这个是对于有钱人来说的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打工人来说 上海很压抑 我每个月省洗省用 还要住得不好 我每天搭公交车 换成地铁 来回三个小时 又逼又累 但都是存不到钱 更加买不起屋 所以上海的房价 我从来都不关注 因为我知道那些不属于我 我来到这边之后 认识了很多外地的小姐妹 我发现 其实我们买房的原因都很相似 想要归属感 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有一天 我们无处可去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收留我们的地方 我选择发育生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与其在上海 每个月洗3000元租屋 不如在发育生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而且发育生交通方便 火车直达上海 布铁两个半钟头 开到达北京 一个小时内开到沈阳 以后出去打工都方便 发育生是一个地级市 它的基础配套设施很全面 至少比起我乡下农村上面的震好得多 房价比起乡下的还要低 灵娱说 在发育生买房 最重要的原因是 在这里的屋我买得起 我可以全款买房 不需要贷款 虽然家屋很小都很够 但那个就是完全属于我的 不单止学刚 发育生的房价跌成了白菜价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衰退 就连一些大城市边缘地区的房价 都跌得很惨 例如说距离北京海淀一百多公里的 张家口的夏花园区 最近有不少总价10万元以内的二手房 通过中介在这里出售 花6万元就可以买一套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21厅 花8万元就可以买一套78平方米的21厅 而且房屋中介还表示 价钱都还可以再谈 在号称第一经济大省的广东省 都有五个小城市已经渴缸化 在距离广州市中心正是90多公里的地级市清远 挂牌每平2000以上3000以上的房源给给街市 不少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 已经将这些遍布各地的新壳缸 当成了人生的退路 觉得在大城市卷不动了 所以彻底地放个假 就会考虑去小城市买套房躺平 休息一下喘喘气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